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纽约股市上升 投资者憧憬美国债务上限谈判 在未来几天会达成共识 下星期在众议院投票 杜奇斯指数美市做好 收市部33535点升115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部4198点升39点 纳斯塔克指数部12688点升188点 个股方面 零售商旭义马收市升超过1% 公司首季盈利好过预期 并调高今年销售和盈利预测 Netflix升超过9% 晶片股美光升超过4% 接下来看港股美国预托证券的表现 港股美国预托证券教本 港收市普遍下跌 回向ADR报59.83 升0.64% 腾讯报333.16 跌1.95% 阿里巴巴报83.85 跌4.45% 美团报130.37 跌2.34% 接下来看欧洲股市表现 欧洲主要股市上升 其中德国股市创超过一年新高 受美国债务上限谈判 有望取得突破的利好气氛支持 倫敦富士100指数报7742点 升19点 法兰克福德斯指数报16163点 升212点 巴黎剂指数报7446点 升47点 接下来看商品期货表现 原油期货加加下跌 市场对美国短期结束加息周期的预期降温 关注对经济和原油需求的影响 纽约旗油收市报每桶71.86美元 跌97美元 跌幅1.33% 布兰特旗油收市报每桶75.86美元 跌1.1美元 跌幅1.43% 接下来看金价 外围金价下跌 美国上周新失灵 实业援助人数24.2万人 少过预期 市场对美国短主局短期内 结束加息周期的预期降温 美股上升 美元和美国国债息率向上 令金价受压 纽约6月期金收市报每盐 1959.8美元 跌25.1美元 跌幅1.26% 现货金较早时在1,958美元附近 看美元会价 美元对一蓝指货币升至 约2个月的高位 美国上周新失灵失业援助人数 减少2.2万人 减至24.2万人 少过市场预期 数据令市场对美国快将 结束加息周期的预期降温 美国债务上限谈判短期内 达成协议预期 也支持美元 美元对港元压价7.821 日元138.425 欧元1.077 英镑1.241 瑞丝花囊0.905 家元1.350 欧元0.663 樓元0.624 接着和大家看美国国负债券息率的表现 10年期债券息率3A65 30年期债券息率3A91 接着和大家看港股的最新走势 恒生指数转身报价19387 跌340 国企指数跌142 报6573 大施成交暂时有47亿 今个案子就差不多 回到其他直播节目 待会见 要财银价提提提 你现货黄金卖入价1959.62美元 卖出价1959.91美元 现货白银买入价23.506美元 卖出价23.535美元 以上资讯由要财银价提提提 给大家看 二十分钟 并且复得 有些随时 我给大家看 我们的包装